OK,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UTA TV 歡迎收看今天的 Dima La Fonze告訴我法國 那麼今天其實這個影片沒有什麼主題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要講的事情呢就是 巴黎聖母院被火燒了這件事情 那天我回家的時候就有看到 我當時我也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發現是真的時候 哇,我真的那個心就非常痛 我覺得這件事情尤其是對法國人 巴黎人甚至是在巴黎住過的 法國住過的人來說都是一件 非常不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曾經見證過的東西 看過的東西,然後突然 一瞬間之內就沒了,回了 其實那天還好,就馬上發了微博 發了動態什麼的 我發了之後大家都是很震驚這個事情 就是當我第二天看消息的時候 我發現今天早上起來的事情 才是更震驚的,好吧 我不知道在Youtube的朋友有沒有知道這個事情 有很多網民在罵 法國呢,這次聖母院被燒呢 是因果循環 你們以前在巴國聯軍的時候 清華了我們一把火 把我們的圓民園給燒掉了 所以你們現在巴黎聖母院被燒呢 是招天前 是應該的 有一些人就要叫好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震驚到我 我的思維裡面完全 談不出來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創意度呢,我可以說是 八國聯軍 清華,有八個國家 是不是以後每個國家裡面 東西被人燒了我們中國人就應該 叫好,叫好,被燒了這樣子嗎 作為一個留學生嘛,在法國待那麼久 我就很想講一下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覺得有這種想法的人呢 沒有同理心 如果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殺了你朋友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過了那麼久 現在你朋友要過來殺你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給他殺 你是不是應該為他們贖罪 兩種思維嘛 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話,你不會這樣想的 但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我恭喜你,你真的是大公無私 但反正我是沒有 以前有戰爭,以前有很多的事情 他們都是歷史 他們以前做的是他們以前的事情 而且他們所做的事情 不代表整個國家的人都認為他們做的是正確的 好吧,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以前八國聯軍的時候 法國人侵略過我們,法國人就很壞 那麼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出去外面 旅遊他們的數字很低 是不是代表每一個中國人數字都是差的呢 有些人說一定要牢記歷史 沒錯啊,歷史是應該記住 但是歷史是讓你用來借鑒和學習的 以前發生過這個事情,有過這個結果 現在發生了這個事情 你正在做 未來有可能會有這樣的結果 歷史是有這樣的一個推論的作用 有些人呢,他就會記住歷史 他會抵抗一切外面的 就好像一說日本的東西 就覺得日本的東西很不好 因為以前日本侵略過我們 民族仇恨星就來了 就覺得人家整個國家都是不好的 有些人呢,他就會很惋惜這個觀念 他就說,是因為當時我們清朝的時候 比較弱,人家比較強 所以才被別人欺壓 所以才欺負我們 我覺得有這種思想的人是很恐怖的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觀裡面呢 就覺得強大的可以欺負別人 這種人呢,如果給他強大的話呢 他難免也會去欺負別人 但是呢,當一個人強 強到跟你不同一個思想層面的時候呢 他是對你不屑一顧 他不會思考你是怎麼想的 你是想怎麼復仇也好 你想怎麼弄也好 你那種小幼稚的遊戲是對他構成不了威脅的 你還有這種想法的話呢 證明你還停留在那種比較幼稚的層面上面 我發現這種人沒有一個世界人的概念 你是哪裡人? 我是中國人 中國是哪裡? 中國是屬於亞洲 亞洲屬於世界的呀 所以你是世界的人 以前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是屬於全人類的 以前人留下來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 就燒一件沒一件了 我們不應該難過嗎? 我自己呢,以前也在廣東讀過書 初中、高中、前期、小學都在廣東讀的 我也接受過教育 但是我發現 出來之後跟在國內讀書是有一種不一樣的 在國內讀書的話 那種教育就是有一種大國教育 中國就是中國 出來法國這邊之後呢 我就發現有一個亞洲人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 我當時在中國讀書的時候是沒有的 你在法國讀書的話 像一個班上面 你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然後有越南人、日本人、韓國人 會跟這些同學玩的要比 其他同學、歐洲同學要好 就是說因為 你們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一樣的 很多東西都一樣的 法國這邊人呢 歐洲這邊人 他很有歐洲人這個概念 覺得他們自己是圈在一起的 但有時候我在國內的話 我沒有體現到這一點 就覺得中國就是中國 就沒有說把中國提升到屬於亞洲 這一個範圍裡面去思考 大家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剛來法國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男生 也是跟我一樣 過來法國留學的留學生 當時呢 我就看了他用水呢 就用得非常的無道 我們當時住的地方呢 那個水是包的嘛 因為不像國內那種 好像要算水費啊 每個月用多少算多少 然後這邊呢就是 已經算好給你了 就是說你每個月用多用少 都是算這麼多錢 那個男生就拼命的再用 洗完東西他水龍頭他不管 然後就讓他這樣放自己做其他事情 為了自己方便 就非常的浪費水 問他為什麼 他給我的回答 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他就說 因為這是法國的水啊 法國的水我怎麼浪費都不怕 但在中國就不一樣 中國是我們國家嘛 我們國家的水可以省一點 我當時就被這種思想呢 給震驚到了 大哥 這個水是地球的好不好 你怎麼可能這樣分呢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 不理解我為什麼會震驚這一點的 你之後走的路是怎麼樣 全看你自己的心態和定位 定位你自己是哪裡的人 你就能走多遠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定位定到全世界 那你就是地球村的人 我覺得這種人 講這種話是非常的不夠尊重 好像我打一個比方 我自己也蠻窩火的 大家都說我講話比較像台灣腔 其實我不是台灣人 我也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台灣人 呃我講了幾百遍了 我是廣東人 但是有很多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哪裡人 就百分百的確定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開始在下面罵 就說啊你為什麼一個台灣人 要裝一個大陸人 你為什麼要裝台灣槍 說啊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個 廣東人是這樣子講普通話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炮轟啊 就說啊讓你滾回台灣啊 你們在死彎彎什麼的 罵罵罵罵罵 當時就是一個吃瓜群眾的心態啊 我根本就不是台灣人 然後我就看你們這些人在罵 你都這麼不尊重一個地方 你可以奢望這個地方會尊重你嗎 他們那些人就是 什麼東西都沒調查清楚 他們就開始講 中國十幾億人口那麼多 你可以保證你看的是全部的案例嗎 如果你說這種人沒有必要尊重的話 你如果這麼自大的話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歷史的舊路 曾經非常自大的我們 做了什麼 結果怎麼樣 我們的未來會怎麼樣 大家可以慢慢思考這個問題 OK那麼今天的吐槽就大概講這麼多 這個事情其實自己還是蠻難受的啦 昨天晚上我也小哭過 因為畢竟每一次我路過聖母院 我有空的時候 都會進去上根蠟燭 因為它下面是免費的嘛 我都會進去 每次我都會許願 就許的願望不多 小願望都能夠達成 自己還是蠻痛心的 而且今天我本來打算帶蛋先生出去 去那邊看櫻花嘛 發生這個事情就 嗯好傷心突然 感覺心情就變得很沉重 然後我也覺得那些 信誕樂禍的人呢 非常的莫名其妙 粵語裡面有一句話呢 叫做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修為 你是這樣的人 我可以尊重你 但是 我不會跟你走到一塊 就是有一種這樣子的意思 今天就把我自己想說的事情 給講出來 就跟大家聊聊天 好那今天的這個影片很短喔 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